今天和大家去聊个话题吧 因为这个事情以前也碰到过 就是快考试了 然后还有好多的学员 或者是学员当然不贵 好多人在看标准 包括在考试的考前都在看标准 其实实施求之奖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现在离考试剩个五六天的时间 这段时间还是要去把体库好好的刷一下 把整体好好的刷一下 因为如果说你前期复习的差不多的话 刷这个体库大概就需要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就一块刷过去 如果你看这种说话 一是如果你没有重促过省会员的行业 或者这个职业的话 你还看不懂 看十遍一百遍其实意义也不大 咱们也说过这个行业考试和真正的工作是两个概念 其实任何行业都这样 考不着考工作是工作 两码事 如果说考试就能代表工作的话 那还要实习干什么 直接考完试就干就完了 说明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所以剩下这几天其实还是相当关键 不要说现在剩下几天了 我要我们再看个标准什么 没有没有必要 还是去把这个体库好刷一下 其实最后这几天其实还是比较重要 如果说你坚持住的话 当然我也知道在最后这几天 其实对于谁来说都是比较困难的 好 还要考了什么 这次我的心态看那也会有些变化 还是内化吧 既然我们选择这个考试 选择出这样一条道路的话 就把这件事做下去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对吧 就展示我们就把这事情往前推进 当然发起还是比较枯燥的 当然也没有办法 然后事情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是今天 因为待会我要讲课 得学讲课 所以今天就不多说了 好 我们再录一个关于我们这个复习体系 也就是复习课程的一个宣传片 因为隔几天我就会更新一下 因为我们课程在不断的去调整 不断的更新 所以我们这个宣传视频也会持续的更新 是这样 因为目前我们只遭收一次过五科的学员 或者一次去报五科的学员 一次报一科两科的 我们目前是不遭收了 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 目前我们这个课程体系的一个特点 我们的课程体系 因为是学员都是一次过五科的 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单科或者两科的学员 当然我们目前已经是只遭五科学员了 我们在整个的课程体系里 我更多的喜欢把它叫成一种复习体系 我们把五科的界限我们把它去拆掉 我们在整个的课程复习中 就把它用一体化的思维 这种一体化的思维有什么好处呢 还是咱们说的 因为咱们这个复习 或者去报名辅导课程 就是为了通过考试 并且我一直强调什么 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通过考试 我们不要更应该是高校通过考试 你一个考试就考个半年一年 考个这个两年三年 没什么意义 哪怕说现在这个协会的这个考试的次数增加了 但是你要想到 就每一次的考试 其实就是每一次的竞争 每一次的竞争 你总比别人晚两个月三个月 日积月累 你比别人晚的可能就十年八年的时间 所以还是那句话 指针朝夕 我们既然做 我们就一次就把它做完 把它做好 在整个的 因为审核员的考试 这个人 审核员的这个考试 它只是审核员这个行业竞争的一部分 或者一个最最基础的一个门槛 如果说你再入这个门槛的时候 就已经比别人慢半拍了 那你之后会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就是道理 所以我们现在的课程 也就非常坚决 非常果断的 我们只招这个 一次过午课 一次想考午课 这样的学员 所以 还是那句话吧 我们 努力 努力就把这个速度提起来 把效率让它更快 我觉得只有这样 才能去 更好的适应 这个快速发展时代 否则的话 被时代淘汰 或者被时代抛弃 这是时间的问题 我们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课程 或者对这个体系 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 这个微信是我自己的个人微信 你可以问一些 咨询一些这个课程相关的问题 但如果不是那个课程相关的问题 就是这样的 因为有人加了我 但也不是为了报名 也不是为了参加课程 或者参加我们的复习背后体系 他更多的是 为了问一些问题 你说问我问题 我又不能回答 甚至求是讲 我又不能说不答 是不是 不答的话 你肯定觉得 这个李老师怎么这样这样 是吧 不好 所以我们又建了一个公益讲座的QQ群 这个如果说你有什么 关于注册室员考试 考试呀 或者相关的一些问题 你可以加到这个QQ群里 我每周 目前我们进入是每周都会有公益讲座 你在公益讲座上问 你不要什么问题都来加我的微信 然后问栏文区 说实话 我目前走的经历是在这个课程的学员身上 我没有那个经历去回答你那么多的问题 你可以加个公益讲座的QQ群来问我 报名就是我刚才那个 管他们的回去 报名的话 你就加我这个个人的微信 如果说你就是问一些这个相关的问题 你可以问 没问题 但是仅限于你在这个公益讲座上问 大概就这个 这样一个 一个安排吧 别的也没有什么 还是这句话 就不管你报个报名课程 不管你跟随学 加快速度 当然还是那句话 报名我们的课程 肯定会让你节约非常多的时间 时间其实是一个人生命中 最宝贵的财富 对吧 就是个道理 当然还是那句话 餐厅人没有办法去教育 只能去挑选 我们的课程其实也是挑选 最优秀的 就是整个 整个行业里 可以说是最优秀的区域 就这样的道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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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